通通画面可以看到两辆黑车协停道路上 不但车体明显损坏还撞坏护栏 两车之中SUV损坏是最为严重的 不但引擎盖掀起车头几乎全毁 至于黑色轿车虽然没有这么严重 仅有后侧有明显撞击痕迹 但车上的高性驾驶却在警销人员货报到场时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所以抢救人选搞不治 至于SUV车上一家三口只有受到轻伤 但其中年纪最轻的11名仅有一岁的女婴 一度也令人绷挤神经来听消防人员的说法 一位发生在28号下午2点多 华联县东海岸公路台11线35点公里处 车位现场在往南大约500公尺 就是知名的八旗休息站 所以在员工表示入口处就有一个回头弯 不少车子行经时没有减速 常有车祸发生 而这回SUV驾驶开的车 载着妻子和一岁女医行击此处 和黑色轿车发生车会意外 虽然车损严重 但三人伤势轻微 不过黑色轿车驾驶身亡 到底车祸怎么发生的 详细造则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然后再次看 优优独播剧场上